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加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4日 谷爱宁作为体育明星 在这一次冬奥会上取得了滑雪的金牌 而且18岁的年龄 无论是情商还是他的口才 还是他的外表,外貌 都是大家非常羡慕的学习的目标 之前我有看过一篇报道 樊登说的是 我们要成为自己 我们在羡慕之余 我们要成为自己 而不是说去模仿 因为模仿也不能成为他 所以最好的是成为自己 那今天其实分享的并不是 关于是要成为谁的话题 而是从税收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谷爱宁她的商业收入 和她代表中国获得的 冬奥会冠军的一些奖牌的奖励 在中美双方是怎样进行 税务的一个税收 和税务的抵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谷爱宁的国籍问题 她是2019年的6月加入中国国籍 在此之前 她应该是出生在美国 是美国公民 所以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报道 显示 谷爱宁真正的取消了美国国籍 所以她存在双重国籍的一个税收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 关于这个税收 税收的这个规划的部分 那既然谷爱宁 她首先加入了中国国籍 那她一定是中国的纳税居民 好 那她如果她在美国 即使她放弃了美国的公民身份 但是她在美国60%时间在美国居住 那么她超过礼拜80天 那么她一定也是美国的纳税居民 所以她对这两个国家 都有纳税申报的义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关于谷爱宁 她的商业代言 以及她冬奥会金牌的奖励 这个部分的税收 有没有一些税收的抵免 两个国家 中美双方分别是怎么规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 如果你的根据个人税法的规定 如果你的收入来自于 省部级以上的人民政府 或者是国外 或者是国际的一些奖牌奖励收入 是可以免税的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来自于 个人或者企业的捐赠 是要按照个人的偶然所得 进行征税的 这是我们中国对于 奖励的一些规定的 税收的一些征税规定 那如果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 美国 如果你的这些税收收 你的这些收入来自于 来自于教育 科学艺术文学 或者是 因为公民的成就 所接受的一些受证 而不提供劳务 这样的一些收入 是可以免税 但是 但是呢 它有一个免税额度 就是你的这个收入的 收入的来 所得 不能超过 小于50万美元 是免税 大于部分 还是要征税 那这一次国外 林它代表的是 中国 以中国国籍的身份 获得的奖牌收入 是一定要拉税的 就不在这个免税范围内 因为它没有代表美国 那其次 关于商业代言部分的一些收入 那两个国家毫无疑问 都是按照你的收入 所得进行纳税 这是关于它的收入 是怎么来继税的 再一个 关于 涉及到双重国籍 两个国家对于 税收方面 有没有一些减免 因为毕竟中国也征税 美国也征税 那这个部分 两个国家都是在自己的 对自己的这个 应纳税 公民来讲 是不遗余力的来征税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两个国家的纳税标准和抵扣额 都是差不多的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 美国对于你的这个境外收入 它是有三个部分的一个免税的 也就是说 会根据你的税收 抵免杂项 税收抵减 或者是杂项抵扣 或者是海外收入额 进行豁免 但是呢 这三者不可以重复 并且有一定的额度 这是美国 税收减免 对于你海外所得的 那我们中国 对于你海外获得的收入 在中国报税的时候 抵扣额 不得超过境外所得 根据我国 个税法 确定的应纳税额 所以都是有一定额度的减免 但并不完全减免 所以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以古爱宁 作为一个双重国籍 或者说 长期在美国居住 但是是中国国籍身份的 这样一个 辣税居民 辣税居民 他的 他的美国 中国 他的 辣税 辣税身份的一个界定 以及 他取得的商业收入 和他获得的奖牌收入 的一个 税收的一个 报税 以及 中美双方 对于你在海外 取得收入的税收减免 是怎么要求的 一个 一个数据报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我是加拿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如果有更多关于海外资讯 需要爆料 或者是移民的规划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客服微信 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谢谢您的收看